美国作为全球头号强国 麾下拥有多家实力雄厚的军火巨头 比如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雷神公司 波音 普惠 格鲁门公司 同用公司等等 其中洛马负责研发战机 开发新型导弹等装备 而普惠主要业务是航空发动机 波音则负责大型飞机的研发与建造 而格鲁门则是全球鹰无人机的研发制造者 通用也是建造无人机的公司之一 可以说拥有众多军工企业之后 美国军队装备的先进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就连海军部队的整体实力也得到大幅度提升 作为近年来综合国力得到提升的中国 麾下也拥有多家实力雄厚的军工企业 尤其是在战机与无人机建造领域 比如说拥有航发动力 中航审飞 航天彩虹 三大巨头企业 其中备受关注的当属航发动力 要知道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奋斗 如今中国在战机建造领域取得较大的进步 拥有歼20五代隐身战机 该战机拥有良好的隐身性能 搭载我国最先进的 有源向控阵雷达 而且还可以搭载霹雳系列空空导弹 此外搭载我国 涡闪系列发动机 推力可能在18吨左右 但是与每支F2 F35相比 还拥有不小的差距 当然 航发动力不仅仅只有涡闪发动机 还有涡奖涡轴等类型发动机 可以说 该公司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研制 先进的航空发动机 至于中航审飞 作为我国歼5 歼6 歼8 歼11 歼15 以及歼16等战机的娘家 可以说沈飞在中国航空制造业领域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也是军工企业的中坚力量 而航天彩虹则负责 彩虹无人机的研发工作 同时也负责研发新型材料 比如说锂电池与光学磨叶 要知道 彩虹无人机在中东地区可谓是备受欢迎 甚至土豪国家还持巨资 引进该无人机的生产线 相比之下 航发动力备受关注 甚至可以说是未来的潜力股 毕竟多年来我国 一直在积极解决航发问题 因此也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军工企业之一 当然 并不是说其他两家不够优秀 而是 在无人机与战斗机研制领域 我国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只有在航发领域存在着不小的短板 此外 我国在导弹研制领域航天领域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 至少其他国家不敢小觑 中国在东风导弹与航天工程取得的成就 说句毫不客气的话 就连宙斯顿系统面对东风家族也没有毕生的把握 而美国重启探月工程也与中国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此 我国在航发领域的短板也会加快速度补齐 至少要让中国战机的整体性能再度获得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